喜歡嗎 喜歡 吃如珍寶 那我就喜願了 可以啊 要給你弄煎雞蛋吃好不好 這個平底鍋給他煎一煎 教給大家一個孩子不喜歡吃雞蛋黃的方法 把雞蛋黃給他禍開了 打散了姐 這樣 他那個雞蛋黃就跟雞蛋白融合到一起了 他就沒有那麼噎的黃了 燙有點燙吃吧 你看我這個給你搞一個哦 還是搞一個笑臉 趁著這個時間趕緊自己化個妝 天氣有點乾了 試一下滋生糖完美麗精的這個高保濕的粉底液吧 這個妝就化完啦 就是這樣的 你要看我的臉好不好看 可以啊 他的這個遮瑕度還是可以的 然後 潤澤都還可以 基本上不會卡粉 媽媽畫的好看嗎 好看 出發了 你們要好好的要在家裡 好 我扔垃圾呢 你看我兒子 謝謝黃金城 你看哥哥多好啊 學學哥哥 他都幫我扔垃圾你看 我也是 你也長大你也會啊 用力 趕不趕 一二三 扔 哎呦真棒 好 哪邊 哎呦 哎呦我幫你 今天又怎麼回事呢 自己弄 自己弄 我們來得早 來得早 對我們今天來得早 拜拜 拜拜 拜拜一家 趕車去了 看他操心的 就怕我自己買不了 不會買 然後昨天特意去了 在車站 幫我把來回的往返的票 全部都搞定了 真的挺感動的 前面那個就是可布車站 然後呢我自己找了一個 比上一次還優化一點的 找了一個 離他特別特別近的 這個停車場 因為這個 這個停車費啊 一天25塊錢 我就把車停著 後來我回來的時候 我自己能開車回家了 上次有朋友問我 就是這個電車 叫JR路 JR路跟新幹線有什麼區別 JR路是在這個室內的 然後新幹線 是比如說每一個室 通每一個室不同的室的 所以說我先坐這個JR路 然後再倒新幹線 日本人為了給趕路的人 提供方便 他們坐電梯時全部靠一邊站立 日本人特別喜歡吃米飯 他們早中晚飯 基本上全部都是以這個大米飯為主 本以為他掉的這粒啊 不會撿起來 沒想到 出乎我的意料了 他還是把它撿起來了 日本人對於這個公共環境衛生啊 還是蠻在意的 大早上呢我可吃不了米飯 我還是長個小麵包吧 滿滿的知識 吃完之後就有知識了 日本人啊真的是很喜歡學習 有點空他就看書 我也不能插呀 給大家準備了這麼多的品 然後我要開始四個小時的漫長的學習啦 加油 這個是他們那個乘客 然後那個在這裡工作的地方 看奶奶一個小口 你再揮一個手 你選一個 我選一個小的啊 給大家看看 哪個好看 這個大的就不要了 太大的 好看啊 這個綠色 來個草莓的 可不是我給你買的 我是打工來主婦我買的 哎呀太感動了 你是 這家人 一會兒還有驚喜呢 給大家看看這個晚上的 新宿的這個街景 我們明天在哪兒播 這裡 在那邊 走我們去看看 就在這裡嗎 哈嘍朋友們 明天我的生日大廠就在這裡啦 這一幕太感人了 太低了 哇 那個球 哎呦 感覺都來了那種感覺 還真的 這個 龍腳散的這個廣告 這個廣告 打的 讓大家看看這個 夜景 對人真的是很多 還有這個地方 他也很繁華 我的天啊 都都是吃的 吃喝玩樂一條街 比上一次我們來的那個地方 還繁華一點 這個酒店 上次的還好 一進去就有花香了 一進去就有一種高檔香水的味道 這就是看來那個我的幾點 生日的在宇宙就是不一樣 這邊有一個這個遙控器 對這個 就有黃色的這個 這邊有一個WiFi Password Hip it 他可能要一點時間 這就是 WelcomePitch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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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幾天 住兩天 住兩天 有人不明白再問我 謝謝 謝謝 好了嗎 好了 坐過來吧 好了我來轉過去了 哎呦我的天 這個是什麼 我的天呢 這大公仔挺捨的花錢呢 是的 大公仔讓我特意找一個就是能帶貨的 這個貴不貴 不貴不貴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帶了之後你的小姐妹就得要 所以就得找個能帶貨的 所以你看一看 喜歡嗎 我正好缺一個這種呢 這個挺好看的 哎呦 老感動 大公仔 我的任務可完成了 得給你獎勵他回來 你讓他問他要獎勵 對 是不是得給我打點什麼 哈哈哈哈 快點吧 喜歡嗎 適如珍寶 那我就許願了 那我就許願了 我來個兒子 那我就來這裡